周董宇和马思纯这两个演员 本来之前全无交集 之前也不算特别火 或者特别有演技口碑的 但是因为和演了一部电影七月雨安生 从盛应以来就赚足了口碑和好评 成为影坛热门人物 不仅如此 两人还以为这部电影双双入围 台湾金马甲最佳女主角提名 与范冰冰的女星一起争吟后 即使不过奖 也已经是成功了 结果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十三届 台湾金马甲颁奖礼上 周董宇马思纯成为两体黑马 因为表现都很突出 且难分伯仲 让影后变双黄蛋 鸟杀霸冰冰同时获得影后 虽然都是金马甲影后了 但是目前看来马思纯还是不如周董宇后 也就决定获奖后 媒体对于周董宇一举一动的关注也更多 但是为什么呢 按理马思纯应该不比周董宇差 首先来看看马思纯的背景 虽然在什么行业都需要实力和努力 但有背景和关系也很重要 所以马思纯这一点上 也完全不差 虽然不是直接新二代 但也是接接新二代 他小一刻是著名演员蒋文利 在娱乐圈很资深 人脉自然也不差 从小带领提解马思纯 十几年前就在著名电视剧大展门中 与蒋文利分别饰演同一个指色的两个年龄端 后来在蒋文利的关照指点下 马思纯进入影视圈 虽然没有进入专业艺术院校学习表演 但已经在诸多电视剧电影中 也过精彩出演 这几年更是逐渐走红 所以马思纯的背景也很有实力 而且马思纯长得也很漂亮 也可以说比周董宇长得更漂亮大方 两人都很有辨识度 具备走红的前置 28岁的马思纯比周董宇还大四岁 而且出道更早 影视作品数量更多 经验又比较丰富 案里应该比周董宇红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但是马思纯虽然有小意讲 文利一直指点提携出道早作品多 是架不住周董宇运气好 虽然没有关系和背景 却在上高中的年龄就被张艺谋选中 出道起点太高了 有了某女郎的光环 至少比很多女星少贩的十年 甚至比很多演员一辈子都努力 都更有名 虽然马思纯比周董宇年龄大出道早 却不如周董宇出名走红的 有了张艺谋的骑鞋和最纯女星的封号 还有一部山楂树之列 让青涩的周董宇还在上高中 就一举成名大红大紫 随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业学习表演 虽然后来周董宇的影视作品表现层次不起包蝙蝠衣 但一直是热度不减 而女星又维持人气 除了美貌和作品 话题特别是非文式重要武器 而周董宇虽然年龄不大 但这方面话题却没断过 从首次代言目前旅大